今天啊给你来一道纯纯正正的过年大菜 八针之首的南非干豹 今天啊咱们选的是这个纯正的八头的干豹 什么叫八头呢 就是足筋足两一斤称八个的鲍鱼 今天你看到的鲍鱼呢 是咱们这个半成品了已经 怎么处理鲍鱼呢 给它凉水24小时一换水换三次 泡三天之后呢 拿牙刷把那个沙泥清洗干净 把鲍鱼的嘴给它扣掉 处理干净以后咱们啊给它煮够12个小时 完了之后呢再泡10个小时 反复的煮喝泡 泡完之后呢再煮12小时 基本上也就脏发到位了 怎么煮这个鲍鱼呢 加入这个老鸡老鸭排骨赤肉肘子牛肉鸡脚 拿水呀反复的给它清洗 清洗完之后呢高油温给它过下油 过油之后呢把这个沙泡里边啊 装上壁子 完了之后呢放下所有的食材和鲍鱼一起煲 煲个多长时间呢 足足的12小时 大火烧开变小火 这时候呢里边放什么呢 葱姜冰片糖 到最后以后呢 这个鲍鱼放蚝油 颜色呢来自于蚝油 回来之后 煲好以后就成为咱们现在跟起来这个状态了 记得给我点赞哦